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国中文电台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7月29号星期一 我是主持人萧芳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 北加公园大火已成加州今年最大火灾 硅谷家长被意识形态类课程激怒 拜登公布联邦最高法院改革提议 取消大法官终身制改为最多18年 FDA批准筛查癌变血液检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中国队已在巴黎奥运会获得五枚金牌 委内瑞拉国家选委会宣布 现任总统马杜罗再次当选总统 反对派提出质疑 英国利物浦附近的绍斯波特 发生持刀袭击案 至少造成两名儿童死亡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一起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台记者天侠 7月29号东湾总和报道 面对毁灭性的芬太尼危机 旧金山市长伦敦布里德 采用惩罚和执法打击措施 试图阻止人们使用非法要物 7月29号市长布里德和议员麦德成 公布名为现金戒毒的法案 该法案将奖励领取福利的民众 每周100美元 只要他们毒品检测成阴性 也就是用发美元现金的方式 鼓励戒毒 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里 政府已经投资超过2000万美元 用于禁欲的康复计划 例如现金戒毒 本台记者天侠 7月29号东湾总和报道 北加齐科市北部燃烧的公园大火 Park Fire 已经成为今年该州最大的火灾 JBC地方新闻七号台的报道 火灾已烧毁比尤特 蒂哈马 沙斯特和普鲁木斯县 36.8万英亩的土地 目前其中12%已得到控制 至少有134座建筑物被大火摧毁 万区空气质量局发布警告 预计7月28号、29号这两天的大火 所产生的烟雾 将影响该地区整体的空气质量 官员表示 大火的快速蔓延 是由于植物、茂盛以及该地区经历了 有记录以来最热、最干燥的夏季 这是加州历史上在短短几天内 发生的第六次大型火灾 本来消息 斯坦福大学运动员托里·胡斯克 在巴黎举行的两场比赛中 分别获得金牌和银牌 这是他在2024年夏季奥运会上的第一枚冠军奖牌 胡斯克在100米蝶泳比赛中夺得金牌 成绩为55.59秒 此前 他与斯坦福大学游泳运动员西蒙娜·曼努埃尔 一起在4×100自由泳接力赛中获得银牌 本来记者天侠 7月29号东湾综合报道 据旧金山记事报消息 帕洛阿图的家长对学区即将开设的意识形态类课程 民族研究感到愤怒 他们认为课程过于政治化 会将极左的政治活动推向高中省 该学区否认这一指控 并表示正在为该课程制定一个更包容性的模式 帕洛阿图联合学区的一小部分新生 将在今年秋天参加一门试点民族研究课程 这是第二年必修课程的实验课程 从2030届开始 加州全部范围内的民族研究将成为毕业要求 反对者认为这门学科是意识形态灌输 将导致课堂内的政治分歧 继续来关注美国新闻 总统拜登29号公布了一项 人们期待已久改革联邦最高法院的提案 呼吁国会给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设定任期限制和道德标准 他还敦促国会议员批准一项 限制总统豁免权的宪法修正案 拜登呼吁国会对大法官实行最多18年的任期限制 由总统每两年任命一个大法官 以改变目前大法官的终身制 同时敦促国会为最高法院制定一套 具有约束力和可执行的行为准则及道德准则 要求大法官披露礼物 避免参与公共政治活动 并回避自己或配偶有经济或其他利益冲突的案件 此外拜登还呼吁国会修改宪法 剥夺总统免于被起诉的豁免权 联邦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全美背负六位数债务的联邦学生贷款 借款人正在不断增多 根据教育部的报告 2024年第二季度 全美240万借款人的联邦学贷债务 在10万美元到20万美元之间 高于2017年同期的180万人 而联邦学贷债务超过20万美元的借款人 已从60万增加到100万 贺锦丽竞选团队日前透露 总统拜登宣布退选并为贺锦丽背书以来 他们在短短一周内募集到了2亿美元捐款 其中66%来自新捐赠者 并且招募了17万名新志愿者 过去一周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贺锦丽和特朗普已经基本打成平手 为大选最后100天的激烈竞选奠定了基础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 29日批准了一项旨在检测截直肠癌的血液测试 扩大了筛查这种潜在致命疾病的选择 这种血液检测已被批准用于筛查45岁及以上 处于平均患病风险的成年人 这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 在83%的确诊患者当中 这种检测方法正确地检测出了截直肠癌 这些人的患病风险处于平均水平 而且没有出现症状 这项血液检测的批准 正值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患上截直肠癌 而且发病年龄更小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节目 我是肖方 下面继续关注中国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29号在北京举行会晤 双方讨论了乌克兰战争和中东危机 习近平在会见中说 中义双方面临共同发展的重要机遇 中义两国应该秉持丝绸之路精神 让这座东西方沟通的桥梁 重新开启新时代 梅洛尼在会谈中强调了 中国作为合作伙伴 在应对日益严重的 全球不安全问题方面的重要性 意大利领导人办公室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国际议程上的优先事项 从乌克兰战争到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 他们还讨论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日益紧张的局势 解放军全军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首场报告会 29号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会见宣讲团成员并听取报告 张又霞指出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抓好 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 引导官兵深入领会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准确理解决定提出的重大举措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习近平决策部署上 何卫东指出要把学习好贯彻好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认真做好产事解读 凝聚起持续深化国防和军备改革 阔步迈向世界一流军队的抑制力量 本来消息 中国证监会29号表示 要以改革促稳定建立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长效机制 切实维护市场平稳运行 提高交易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 充分发挥各类经营主体的稳视功能 不断改进预期管理 中正坚当天召开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即年终工作会议 指出下一步要更大力度服务实体经济回升向好 完善新股发行逆周期调节机制 用好债券期货区域性股权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工具 稳妥有序推进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 也要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 深圳市29号表示 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等 计划近期到香港发行不超过70亿元 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期限分为两年、三年、五年和十年 并将在港交所挂牌 具体发行安排将及时公布 深圳市财政局表示 两年期社会责任债券 筹集资金将主要投向高中建设等项目 三年期债为低碳城市主题绿色债券 资金将主要投向地铁等项目 五年期债券募集资金将主要投向铁路等项目 十年期可持续发展债券 资金将主要投向医疗卫生、教育、基础设施、老旧社区改造等项目 进一步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本台消息 中国中共中央网信办副主任杨建文29号表示 今年向公众征集意见 回应社会关切 不断拓展整治的广度、深度 网信办专项打击自媒体乱象 取缔一批假冒、仿冒、违规盈利的自媒体 并坚决纠正治理、偏离主则主业、打擦边球的问题 中央网信办过去一年累计清理拦截违规违法信息5445万多条 处置账号群组781万多个 关闭下架网站平台超过4800家 推动网络生态持续向好 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外交部长29号表示 他们对南海的威胁性和危险行为表示严重关切 并承诺加强该地区的海上安全 中国外交部29号回应相关提问称 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煽动对立对抗 遏制他国发展 与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繁荣的亚太大势背道而驰 注定不得人心 发言人林健还说 个别域外国家频繁派遣先进军机军舰 到南海炫耀武力制造紧张 并编织形形色色小圈子 在地区制造分裂挑动对抗成为地区和平稳定最大威胁和挑战 敦促域外国家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 少给地区局势点火焦油 29号是巴黎奥运会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 截止到2024年7月29号 中国代表团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 已经斩获五金三银二同合计十枚奖牌 暂列奖牌榜第二位 导致台湾两岸关系陷入紧张的金门快艇案 29号出现最新进展 据台湾联合报29号报道 两岸的官员将在30号签署共识文件 谈定遗体归还遭扣流传 遭扣流传支的问题 抚慰金以及致欠等四大事宜 台湾的陆委会就此在回应记者询问时表示 目前没有可提供的进一步消息 中国国台办则表示 福建竟将红十字会将陪同死者家属 前往金门处理相关事宜 今年2月中 有一艘来自中国的三无快艇闯入金门海域 它在逃避台湾的海巡署检查时意外翻覆 造成两名中国籍船员死亡 中方对此谴责台湾粗暴执法 并否定金下海域存在禁限制水域 台方则强调将捍卫领土主权 据此前媒体的报道 围绕金门快艇案的谈判已进行了十多次 都是以破局收藏 以下时间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 本台消息 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29号宣布 现任总统马杜罗再次当选委内瑞拉总统 选委会表示十名角逐的候选人中 马杜罗以51.2%的得票率在选举中胜出 反对派联盟民主统一平台推举的候选人 前外交官刚萨雷斯得票44.2% 反对派则说官方的声明存在欺诈 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 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29号宣布 现任总统马杜罗再次当选委内瑞拉总统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说 选举结果并未反映 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和手中的选票 阿根廷 巴拿马和乌拉圭等九国外长 发表联合公报 呼吁允许所有候选人代表复合计票 以保证大选结果尊重人民意志 中国和俄罗斯当天祝贺马杜罗顺利连任 拉美多国包括古巴 尼加拉瓜 洪都拉斯和波利维亚 也对马杜罗当选连任表示祝贺 本台消息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玛宁29号说 警方已拘捕一名疑犯 涉嫌在上星期破坏法国铁路网络 法新社引述法国警方的消息说 被捕男子是一名极左组织的成员 28号在北部城市瓦塞勒被捕 他持有法国国家铁路公司技术场所的钥匙和一些工具 以及与极左有关的资料 法国国铁早前表示上周四晚上至周五的凌晨 有三个干线方向的高速铁路附近 同时发生纵火等破坏行为 导致铁路信号装置电缆等设备受损 多条铁路线路中断 列车大规模取消或延误 法国警方29号表示多处光纤网络遭受破坏 但首都巴黎没有受到影响 有法国传媒报道 当地多家电讯商营运的电讯系统损毁 南部多处电箱内的光纤电缆被切断 临近巴黎的瓦兹地区相关设施也有受蓄意破坏的迹象 主要影响雇网服务 涉及的电信营运商没有回应 政府相关部门也没有回应 该事件同高速铁路系统上周受恶意攻击是否有关联 俄罗斯国防部29号表示 28号夜间击落了由乌克兰出动 主要锁定边境的39架无人机 俄国防部说另有三架无人机在圣彼得堡附近 俄罗斯西北部的列宁格勒州进行恐怖攻击未遂遭摧毁 乌克兰近期频繁出动无人机 攻击俄罗斯的燃料库、炼油厂以及能源设施 尤其是俄国边境区域的设施 俄罗斯也对乌克兰发电厂发动大规模攻击 导致乌克兰近几个月严重缺跌 俄罗斯29号发生客运列车与货车相撞的事故 导致列车车厢脱轨100多人受伤 事发在当天中午一列载有800多人的客运列车 由喀山开往阿德利尔 但在福尔加格勒州与一辆突然冲上路轨的货车相撞 导致9节列车车厢脱轨 其中7节车厢侧翻 伤者中有大约30人需要送院治疗 当中包括15名儿童 铁罗公司说事发时信号系统正常 事故是由货车司机严重违反交通规则所导致 29号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 在东京出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期间 排除了由第三方调停解决印中边境争端的可能性 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 苏杰生表示 显然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会关注此事 因为我们是两个大国 我们的关系状况会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影响 但我们并不指望其他国家来解决我们之间真正的问题 北韩官媒朝中社29号报道 北韩北部近日发生特大暴雨 导致鸭绿江超过警戒水位 平安北到新义州市和义州郡一带的 5000多名居民被困灾区 领袖金正恩28号到新义州市和义州郡 视察灾情并指挥救灾工作 目前绝大多数被困人士已获救 巴黎奥运各项赛事正热火朝天的举行 法国气象局29号发布四级警戒中的第二级黄色警报天气预警 预计30号巴黎市以及周遭地区将出现风暴 和摄氏35度约95华氏度的高温 酷热将影响沙滩排球 极限单车 女子橄榄球等在户外的奥运赛事 气象局说 黄色警报的层级意味着 当从事运动或其他体能活动 民众应留意高温的影响 奥运选手在下午的巴黎和周边郊区 进行户外赛事时 将深刻感受到酷暑的威力 由于上周末的大雨污染赛纳河水质 巴黎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单位 29号连续第二天取消和尚的铁人三项训练活动 但表示有信心正式比赛能顺利在本月30号 31号举行 铁人三项是第一项预定在赛纳河举行的奥运赛事 马拉松游泳则安排在下周 本台消息 英国29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 目前造成至少两名儿童死亡 九人受伤 其中六名受伤儿童和两名成人 情况危机 警方相信两名成人是在尝试保护儿童时受伤的 涉嫌行凶的男子被警方拘留 当天中午一名男子在英格兰西北部邻近利物浦的邵斯波特持刀袭击 警方接警后到场拘捕涉案男子并捡获一把刀 当地传媒报道至少有八人受刀伤入院 其中包括儿童 他们被分送三家医院救治 报道还说 事发时现场附近正在举行为小学生而设的跳舞和瑜伽活动 警方表示被捕男子17岁 正继续被扣留调查 相信案件与恐怖主义无关 并正调查犯动机以及是否有其他人员涉案 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来关注故事行情 标普500上涨4.44点 涨幅0.081% 报收5463.54点 到瓊斯关于指数下跌49.41点 跌幅0.12% 报收40539.93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2.32点 涨幅0.71% 报收17370.20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由小方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